Hello大家好 我是小帅 有好多网友呢就一直给我发发私信说 纠结 到底是云南多肉跟 山东多肉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下面我就从四个点给大家分析 首先呢 云南多肉它会 就是颜色比较好看 同样的如果说 咱山东多肉这边 颜色好看了之后呢 它是不容易掉色的 为什么呢你看 我们基本上山东啊都是 暴晒 经历过风吹雨打 就是你看 我们这些多肉都是 晒出来的 你看 如果说云南多肉你要拿出 往外边去晒 基本上都是晒的 就不能痒了 就晒糊了 就就是我们的晒伤 然后呢 下雨也在外边 刮风也在外边 就说 它经历过风吹雨打 然后你再拿回去养 它就不会 那么矫情 那么娇气 所以说呢 这边 多肉非常容易活 然后呢 第二个点 我们再去看看 来 第二点呢 它就是 我们想要养出 跟云南一样的颜色 必须 要经历过更长的时间 去沉添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有出了 那么粗的杆子之后 你再去养 然后呢 它才能 更好看 来咱们看这个 你看这个 咱挑一个 挑一个最小的吧 这个最小的 这一片 你看这一片 应该这一个是最小的 看啊 这皮是银 来最小的咱来看一下啊 虽然是最小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个杆子 就非常的粗了 这样呢 养出来的多肉才会更加漂亮 同样的 同样的 形状的多肉 绝对是 山东多肉 杆子比较粗 非常的结实 然后呢 第三点是什么呢 大家再去 在这边 第三点呢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的 气点比较低 环境没有 没有那个 云南 适合养多肉 我们只能 通过各种方法 改造土 像我们这土啊 像我们土是完全不一样的 需要加各种东西 大家有没有看见这种 黄色的球之味 都是我们家的这种原料 你像人家的 圆南土 随便一养 人又不会投资 更好的土 去养出状态 我们想要好的状态 必须要投资 更好的土 所以说呢 这是第三点 所以说呢你看 同样的一颗 好看的多肉 你只要是在 山东这边买的 它绝对不会那么容易掉色 你在 在圆南那边 可能就是特别漂亮 然后在半路上 可能在 路上就是运输的过程中 可能就色银掉完了 回去之后 又不好养 又没有颜色 所以说 咱不是说这个 圆南的不好啊 它只是 就事论事 咱把这个事实呢 给它说清楚 所以说呢 好多网友现在慢慢的 都懂了一个道理 要一定要老装的 然后在山东这边 养出状态来的 然后在家才不会掉色 你看就是说 你看 你看现在我们是夏天 我们的皮石井 还是弄得漂亮 你看 这夏天 还有粉粉的颜色 这我们 怎么才能出这种状态啊 只能 老装 暴晒 豪土 还有 还有 还有一个点 我们 都会用这种架子 我们算了就是第四点啊 因为在 在圆南 我们随便那个大棚 就能养出好网台来 但是我们这边不一样 你看我们投资 必须要投资好的大棚 投资好的架子 这样这架子呢 虽然成本比较高 但是 它 比较容易 容易干透湿透 这样 习惯之后呢 你回家之后再摆到架子上 更不容易掉色 所以中国这几点啊 咱们养多肉啊 定量 选一下 我们这种的多肉 大家看看 你看就像这这一棵多肉 你可能看下你买的 可能都差不多 但实际上你把这些 东西拿出来 就这一层一层的叶子 最少的 三年以上 你看这粗杆子 长生草 长生草是非常难出杆子的一个 它只是 非常难出杆子 这种的你看 不经历过三年到五年 它怎么可能 成年这么厚的东西 看这个 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叶子 所以说 这种多肉 你就算 拿回家你怎么造 它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除非你用热水 浇啊 热水浇 好了 我相信大家 对于多肉 这个 就有一个概念了 希望我说的这些 能够帮助到 朋友们 现在呢 咱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 有喜欢的可以私信我啊 有喜欢多肉的